准大学与以色列办事处合作,共同举办以色列影响世界的发明特展,希望能让影响世界的发明获得推广,并让辅大的学子们更认识以色列的文化,让他们拥有更宽广的视野。 准大学与以色列办事处合作,与会学院举办2022以色列影响世界的发明展览,推广以色列的文化与科技成果。 因为以色列办事处,其实他们一直以来都希望可以讲以色列的文化,然后还有科学发展等等,就是推广给台湾的,尤其是年轻学子之道。 所以这一次他们也特别邀请福仁大学的学生,然后一起来进行这个活动。 受到疫情影响,学生无法到校看展,因此除了现场展出之外,还有线上导览,让无法来到福大的人,也能共同观看这次的展览。 这个展览在举办的期间还蛮长的,然后中间就遇到学校突然宣布说要人聚。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看幕式啊演讲,就都是线上,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展览,我们就变成举办线上导览。 此次展览,外语学院也和自学中心合作,将学生除了透过展览学习到以色列文化之外, 还可以藉由自学中心举办的问答活动,提升英语能力并获得自学点数。 我们展出的展品非常多,从德方大楼一楼到五楼都有,然后展览的内容就是包含了以色列在农业、科技、医疗、太空等领域的重要发明,非常多元而且有趣。 还有就是我们的展览,还有搭配英语自学中心的活动,然后也可以同时赚自学点数。 普人大学致力于国际合作,此次透过展览,不仅让更多人了解以色列,学生也可以接触到更多元的文化,增进国际移动力。 记者刘雨珊、黄芷勋采访报导。